水瓶座 水瓶座在五月份有非常好的工作运势 你的付出会看得到结果 并且受到上级的赏识 是十分难得的好时机 并且有利于推行新的项目 是你大展长才的好时候 工作运很好之外 也带动了你的正才 这是个好好累积的时刻 要好好把握 虽然工作运跟正才运非常的好 不过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可能会有一点口舌是非 可能是因为你的表达比较强势 如果你可以注意一下 那对整体来说会更加的有帮助 虽然有不错的工作及正才运 不过还是提醒 要留意交通安全 还有身体健康 有了把关 对你的运势也会有所提升哦 爱情上的机运也不错 你会有非常罗曼蒂克的感觉 两人相处的时候 真的是带着粉红泡泡呢 不过如果是认识新对象的时候 也有可能遇到类似想要欺骗你的对象 这个时候你就要好好的审视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也能让你的恋情更加的顺利美满哦 另外这个月也很适合提升自己的心理跟生理的健康 家人方面也适合鼓励他们去做心理方面的健健 这样子对于你的家庭运跟你的健康运都会有实质的提升 可以好好把握 祝福你了